一位母亲究竟有多绝望 才会很下心将亲生孩子送给别人 她明明听到了两只幼崽求救 却依然回头决定离开 只在远处深深地看了孩子最后一眼 就立刻拖着疲惫的身躯上山 钻进了半山腰处一个石洞 而洞里还有另外四只奶狗嗷嗷待哺 在盼望着妈妈回家 这只白狗其实是景区的小明星 从一年前开始 它每天早上都准时出现在山顶 卖力地讨好着过往游客 大家猜测它可能是流浪到了这里 又或许被遗弃在了这里 所以总会带着各种吃的喝的帮它填饱肚子 而作为回报 狗狗会迎合每一个人的呼唤跟抚摸 毫不吝啬展现出温顺亲人的一面 可其中一位和白狗关系最好的阿姨 近期却感觉她状态不大对劲 首先最明显的变化肯定是肚子 肿胀的腹部说明她应该刚生过宝宝 跟之前相比瘦了不少 精神头也有些萎靡 总是无精打采地趴在石头上面 看起来一脸疲惫仿佛被掏空了身体 而让阿姨感觉奇怪的是 他们这些每天都来爬山的游客 竟然没有任何一个人见到过幼崽 所以白狗大概率把孩子藏在了其他地方 可现在正值冬天 山上到处都是积雪 天寒地冻的小狗该多冷啊 她先前也尝试过在白狗下山时偷偷跟踪 但对方的反侦察意识非常好 左拐右拐没几下就钻进林子 很快消失在了树丛深处 接着大约一小时后 白狗会带着更加疲惫的表情回到山顶 步履蹒跚舌头都挂在外面 一头栽倒在石头上呼呼大睡 趁这时阿姨检查了狗狗的肚子 发现上面多出不少咬痕 有些破了皮的地方已经结痂 很明显刚才狗妈是回家奶玩孩子 然后为了补充营养又爬回山顶 等待下一波游客投喂 看着母狗筋疲力尽的模样 阿姨最终决定联系电视台救助 第二天一早 大家在狗脖子上绑了个摄像头 希望借科技的力量找到幼崽位置 而白狗跟昨天一样 吃完早饭没一会就急匆匆地下了山 不过就算她很急 路上也还是热情地跟游客打招呼 把脑袋凑过去让对方摸一摸路一撸 不放过任何一张预备饭票 笔石山顶上 阿姨正和节目组一起通过电脑 时时观看摄像头传回的画面 只见狗妈跑出去一段后 并没有继续向下 而是钻进了旁边树林 回过头潮满是鸡血的山上前进 差不多爬了15-16分钟 一个洞口和四只胖乎乎的小奶狗 终于出现在了摄像头前 虽然视角比较低 不能让四只奶狗同时出现在画面里面 但仅仅是零星恍过的幼崽身影 就足以看出妈妈将他们照顾得有多好 等到半小时后 母狗回来山顶 阿姨抱着她心疼的不行 而节目组工作人员趁机下山 顺着狗妈的路线摸了过去 当小姐姐差不多走到石洞跟前 一只小狗鬼鬼祟祟地探出了头 用好奇的眼神打亮着面前人 接着又搜的一下缩回石洞深处 和兄弟姐妹们一起发出奶兄奶兄的咆哮 看着四只白白胖胖的小棉花团 工作人员心都快萌化了 但还好没有忘记这次的任务 小姐姐在附近架起摄像机 以便确认狗妈的行踪方便救援 而等节目组前脚离开 狗仔们后脚就冒出了头 刚才胆子最大的那只手先跑来外面 结果被家门口竖起的庞然大物吓了一跳 可惊吓过后又是满满的好奇 她率领其他三只小狗来到摄像机前 先闻了闻气味 又尝了尝口感 最后扒来几下试试好不好玩 最终闯了个大祸 幸好除掉地面上的 工作人员还在树上也装了监控 差不多十分钟后 白狗的身影出现在了小路尽头 而孩子们看到妈妈回来 立刻上去贪婪的水吸起奶水 看模样早就饿坏了 等小狗们填饱肚子 母狗又一刻不停地下山再上山 想尽方法获取更多的食物 中间每隔一小时回来一次 从清晨一直持续到深夜 此时已经将近晚上十点 工作人员以为狗妈终于能休息了 但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 他喂完孩子居然又出门了 而且走的还不是白天那条路线 反倒消失在了监控范围之外 这下节目组搞不明白了 如果说母狗白天出门是为了讨要食物 那漆黑的夜晚山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他就算出去又能走到哪呢 为了解开白狗身上的谜团 第二天大家又给他带上摄像头 并且跟随记录了整整一天 没想还真拍到了预料外的画面 起初狗妈依旧是老线路 每隔一小时回家买一次孩子 可大概回去了三次左右 他突然在返程时改变方向 一路朝着山脚下的村庄跑去 停在了大概200米外的饭店跟前 奇怪的是狗狗没有进去讨要食物 也没有任何异常举动 只在门口默默晃悠一圈就转身走了 于是工作人员立马跟上 推门进去询问女老板 认不认识手机上的这只白狗 而对方想了又想说好像见过 但却并不是他养的狗 也没有近距离接触过 对方的回答有理有据 可节目组总是感觉哪里不对 为了确保不出纰漏 大家绕着房子里里歪歪看了一遍 谁知就在走到仓库角落时 地板下方突然传来咚咚两声 吓得老板赶紧爬去外面查看 而结果把他自己都吓了一跳 因为在激光比指向的最深处 居然藏着两只小狗 老板赶紧从店里取来食物 又钻进房底下半个身子 才好不容易将小家伙引了出来 而从这两小只的外表来看 很明显和山上石洞里的就是一窝 只是相比较体型稍微小了一些 等老板把他们抱回店里 再拿出一盘肉 两只狗仔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 而工作人员看着这一幕更困惑了 明明都是一个妈生的 为什么还要分两个地方养呢 因为实在琢磨不明白 节目组隔天直接带了位兽衣上门 想着给住在家里的狗仔先做个体检 而对方在看过这两只的身体状况 外加上之前躲藏的环境后 很快就有了结论 根据兽衣分析 白狗很可能是初冬那会儿 在石洞里生下了六只狗仔 按理说冬季是很难熬的 可狗妈早在一年前就开始在山顶乞讨食物 所以有着相对充足的资源 支撑她喂养自己的宝宝 但随着小狗一天天长大 他们要获取的营养更多 食量也更大 相反因为天气越来越冷 来登山的游客越来越少 这就让狗妈意识到了单凭自己 可能没有办法保证六个孩子全都存活 她不得不依照自然规律淘汰弱者 但就在万般不舍的瞬间 狗妈想起了平常投喂自己的好心人类 于是她做了个大胆的决定 她将最瘦小的两个孩子叼下山 循着食物的气味找到饭店 将孩子藏在了自认为安全的地方 希望有人能救救他们 而之后 为了让老板意识到房子下有东西 狗妈每天会来晃一晃刷个脸 可惜对方没养过狗 所以压根没意识到 要不是节目组追查到了这里 可能两只狗仔真的熬不过冬天 拼凑出了完整的前因后果 工作人员赶紧带着兽医上山 给住在食洞里的四小只也做了检查 但这次医生一看就露出了笑容 他说虽然生活环境有点恶劣 但狗妈将这四小只照料得非常好 看牙齿状况狗仔应该已经两个月 差不多到了该断奶的时候 不过因为冬天食物紧缺 母狗没办法还是得靠奶水喂养 这就导致每次小狗吃奶 都会将它肚皮咬得满是伤口 同时孩子越吃越胖 妈妈却越来越瘦 看完两边情况 兽医觉得还是要抓紧时间救援 给母狗提供一个温暖安全的环境 并且要跟六个孩子共同生活才行 一只都不能少 他半强迫半引诱的 将食洞里这四只小狗抓了出来 一起带到山脚下的饭店 跟剩下的兄弟姐妹团聚 等到晚些时候母狗回来查看 冷不丁发现孩子被端了 还有点慌 可突然他听到远处有人呼唤自己 原来饭店老板早早就守在了半山腰 跟随对方脚步 他来到了自己一直悄悄拜访 却始终没敢踏足的房子跟前 惊喜地看到了自己的六个宝宝 见狗妈反应平静 兽医就拿出相圈给他套上 然后带着一家七口坐上了回市里的车 他要给这位伟大的母亲好好做个体检 而临别前求助节目组的阿姨和大叔也来了 两人看着终于团聚的一大家子 激动地掉了眼泪 当天傍晚一行人就赶回医院 分别给母狗和小狗做了体检 值得高兴的是狗仔们特别健康 身上甚至连寄生虫都没有 不过母狗的状况就没那么好了 他流浪时间比较长 获取食物的来源也比较杂 外加上常年在山里活动 所以感染了犬新丝虫 而且因为奔波劳累加上喂奶 身体严重营养不良 但好在有了温暖舒适的住所 以及干净可口的食物 医生会给狗妈多多加餐 配合上各种药物治疗 调养上一段时间 她就能恢复健康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期节目在动物农场播出后 反响超级热烈 因为这位狗妈真的是特别伟大 她能在冬天的山里喂养六个孩子 每天来回奔波十几公里喂奶 把狗仔们照顾得白白胖胖 太不容易了 而最最让人感动的 还是狗妈再不得不放弃 两个孩子的时候 并没有完全放任他们自生自灭 反倒选择了求助善待自己的人类 而这两个小生命之所以能存活 和登山者们平时的善举息息相关 叔叔阿姨向狗妈表达了善意 所以她才会在无路可走时想到大家 而且也正是因为大家在乎这条狗 才能关注她的生活 求助专业人士 接而跟踪追查 拯救两条生命 好了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你还喜欢的话 请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